YO 歡迎來到DBS 我們今天要來聊聊這次更新中官方實況的一些內容 我們首先看到的是A7D A7D帶了新的飛彈 就是我們的小牛 AGM-65 那它這個飛彈呢 相較我們之前的飛彈有幾個比較大的差別 第一個是它的極高傳染力 它傳染力是現在設定是1830 基本上可以無視所有 你現在遊戲中看到瘦主戰車的正面裝甲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它是Fire Forget 所以它射出之後它就可以不用理它 這個是很方便的 第三點是它鎖定距離是11公里 它可以在11公里外鎖定敵方目標 但是因為它目前看起來是沒有熱神像 所以在鎖定方面還是要靠技術 如果天氣比較差 或者是敵人躲得比較好的話 鎖定上面難度還是蠻高的 畢竟11公里真的蠻遠的 但是它有這個能力 我覺得還是會蠻強的 因為11公里 不代表你一定要11公里 就算是8公里 在使用上面來講的話 還是蠻強的 因為現在的防空飛彈 除了德國的防空卡車之外 11公里外很少防空飛彈可以打這麼遠 好我們接下來看到新的戰鬥機 這台戰鬥機叫Farkus 然後它的分防是2.0 然後帶兩支2小米機炮 還有兩支7N7 火力上蠻強的 那機動性也不錯 接下來看到的這個是蘇聯新的戰鬥機 SUS-17M 這台飛機是遊戲中也是歷史中 蘇聯第一台可變的戰鬥機 可變戰鬥機的優點是什麼 就是它可以擁有低速的高機動性 還有短起降距離 它同時也有這個高速的性能 畢竟它是可變的設計 那同時代表說我們在未來也可以看到 例如說美國的F-14R 非常強大的可變戰鬥機 那這台飛機呢除此之外 它也攜帶了新的一些對立飛彈 那目前官方還沒有釋出這些對立飛彈的一些數據 據說它可以帶三種不同的對立飛彈 那前兩種的話會是 就是一樣用滑速瞄準的對立飛彈 那第三種會不會是跟美國的小牛一樣可以 射後不理 那就讓我們敬請期待 接下來我們轉到義大利的陸戰科技術 義大利陸戰科技術這次增加了好幾台 這個德國的戰車 包含三圖G 然後四號G型 還有三號戰車N型 那這戰車在德國都是有的 它有一些些微的差別 但基本上是一樣的 我們接下來回到中國這邊 那中華民國的空軍 裝備了F-5A 那遊戲中會以 10電器分房的形式出現 那它可以攜帶兩枚20毫米機炮 還有AIM-9P 還有四枚的Bull Pop對地飛彈 所以 呃 它的多功能性是有被做出來的 所以如果你要選擇的話 你可以只帶兩枚AIM-9 或者是你可以帶兩枚AIM-9 兩枚Bull Pop 或是帶四枚Bull Pop 那我們接下來看到 蘇聯的陸戰科技術 這次更新的 一台是BT-7M 它是比較重型的BT-7 然後帶四枚毫米炮 那我們這邊看到後面的地圖 也是新的地圖 看起來是一個東歐設定的地圖 真的 我真的覺得它就是 它就是Chenobi 但是 是一個東歐的城鎮地圖 我覺得設計上面來講 還是蠻精緻的 那除了剛剛講的BT-7M 還有另外一台 芬芳1.3的T-28 那T-28這台戰車 大家可能比較熟悉 它是 早期蘇聯很喜歡做這種 路上的那種 航艦設計感的那種載具 所以它是多砲塔的設計 那前面有三挺機槍 那使用的主砲是 76毫米的主砲 但它傳染力其實非常低 它傳染力大概五毫米 但我相信1.3芬芳 傳染力也不用太高 大家都 沒有什麼裝甲 好 大家期待很久 還有日本時事 好這次沒有時事 這次出了一台1.7芬芳的Hero Sha 那這一台是 算是自走砲型態的一個載具 它裝備是120毫米的巨砲 1.7芬芳120毫米 算是非常非常大口徑的砲 而且它裝甲的時間只要10秒 那接下來我們看到 一台新的德國車 那其實它是奧地利車啦 但它在德國科技術之中 那是我們的這個 Jack Penzer KA2 那這台車它其實分毛非常高 這台車看起來就是一台4390 但是它其實是帶105炮的奧地利車 然後它砲台是中置的 然後分毛在9.3 那它優點是它有非常快的裝填 4.0秒的裝填 還有很高的傳染力 它是用鋼針 它9.3是用鋼針 而且它有熱成像影 所以其實應該會蠻強的 它只是看起來很落後耶 但它其實實際上各方面的數據都非常非常的好 好 我們看完這一台Jack Penzer KA2之後 我們要移到更先進 現在分房並沒有差很多 分房是10.0 分房10.0的德國速戰車 Bauer PL 鋪完這個版本 很明顯看得出來它是Bauer A4的強化版 它有更多更優秀的這個附加裝甲 但是它會是一台聯隊載具 所以如果你要拿到這台載具的話 你要加入聯隊 然後你要日常打遊戲 你就可以拿到聯隊經驗 然後可以放到這個載具裡面 那目前沒有顯示說它需要多少的經驗 但是我相信應該是30幾萬 那個區間 因為像是蘇聯的BMP2 M也是算是高階的 連隊載具 所以經驗應該會是不少 可是你要玩個90天到100天 的時間才有辦法用到 那目前裝備也是 DM23 所以它穿的力只有400多 那在10.0的分房 其實我覺得不會到太差 因為它是神像椅啊 各方面什麼都有 而且裝甲還更好 因為2A4目前的分房也是10.0 所以我不太確定 為什麼它不會是同分房 我覺得2A4可以再講 我不太確定 2A4是一台很好玩的車 對 那各方面來說的話 它該有都有啊 有鋼針 有不錯的正面裝甲 然後不錯的機動性 然後有熱響儀 還有雷射測局 所以會是一台還蠻好玩的車 如果你沒有練得過車的科技術 但是你想要取得這台車的話 連連載具的方式取得 其實是一個蠻不錯的選擇 沒有什麼損失啦 我們接下來看到美國線的 新的布萊德雷M3A3 那它現在分房會是在8.3 會比原本的布萊德雷分房 還要再高一些 那它比較大的差別是 它帶的新的飛彈 它將會跟瑞典使用的飛彈一樣 就是新的套兔B 瑞典可以叫做Bell飛彈 但是其實設定上來講很類似啦 就是它是攻頂的反彈車飛彈 那目前看起來它的彈鏈沒有到強化很多 它的激發彈鏈還是一樣沒有什麼用 那它有其他附加裝甲 但是它附加裝甲沒有到很有感啦 畢竟你在8.3分房可以打穿你的 就是都可以打穿你 我們接下來看到中國線 中國線這邊還有另外一台車 PTL02 那這台車分房在8.0 但是它有點尷尬 因為它的鋼針穿量力是200 然後它的高爆穿打彈 HEAT的穿升是400 所以它其實相較於其他輪車的穿升都很高 它200的穿升其實算是滿低的 在8.0分房其實算是滿低的 大部分的車輛穿升都比它還要高 然後它裝甲9秒也不算是特別快 然後它裝甲也非常非常非常的差勁 所以我不太確定它分房為什麼會是8.0 好接下來看到瑞典縣的IKV91 然後這台車我相信大家應該已經看過 但是這一次是帶105毫米炮 然後它也有穩定移 然後它也有很不錯的穿升 它分房是8.3嘛 但是它的穿升我記得是400多 300...390...400多 337 對不起 它穿升337 那在8.3分房其實算是不錯的 機動性也不錯 畢竟它是新戰車 好我們現在回到英國縣 英國縣這次出非常非常多車喔 畢竟這次加了一整條的南非車輛 那我們先看到第一個是 這個六輪的裝甲車 它跟PUMA有點像 那它帶的是6磅炮 那上面還有一支巨大的D50 其實你用D50的那個大小 就可以知道說這台車其實是非常非常小台的 那我們現在看到下一台是這個RETO20 那再來是在7.3分房帶粉絲飛彈還有20毫米機炮 那20毫米機炮的穿升其實沒有很高 我記得60級而已 所以機炮的性能沒有到很優秀 但是因為它有很強大的飛彈 所以在7.3分房中應該會蠻強的啊 畢竟7.3你遇到什麼 呃...I3 那我們現在看到也是南非線啊 ROCAT MTTD 那ROCAT其實遊戲中已經有出現其他版本了 那這次是換了一個炮塔 那裝備也是105毫米炮 那它是有熱成像儀 然後DM23 穿上儀3x37 然後還有雷射車距 所以該有都有 那分房在9.3 好 這邊我覺得比較有趣 我覺得我要講一下 第一個是它加了ZS-35 然後分房在8.3的 南非防空車 那這台防空車它的... 呃...性能還不錯 只是它並沒有熱成像儀 所以你在鎖地的時候可能會比較辛苦一點 但它分房在8.3啦 那裝備的是雙門的三數毫米機炮 機動性感覺也是不錯 那接下來呢我們看到右邊 右邊的話 8.3分房的是第一台的... 呃...Olephant Mark I 那這個就是百夫長啦 基本上就是南非的魔改百夫長 跟百夫長Mk10是很類似的 那接下來ZT-3A2 這個就是那個帶三發飛彈的小偵察車 呃...跟之前的Rotto 20是很類似的 現代化的改版 那我們剛剛看過Rocca的MTTD 那下一台Elephant Mark II 它也是百夫長的改版 但是改的更...魔改 就是你真的看不太出來還是百夫長 因為它加了很多附加裝甲 那接下來下一台有一台叫TTD 這東西目前還沒有... 呃...遊戲畫面出來 但是這個東西我去查一下 這個東西是南非自主研發的... 新的主戰車 它的設計跟鮑威斯的設計很類似 但是他們自己...自己研發 然後...呃...早期版本是帶105毫米炮 那...實裝版本就是... 福氣的版本是100毫米炮 然後它的...呃...機動性也還行 因為它裝備了一顆1223匹馬力的引擎 所以...各方面來說 應該是還不錯 但是目前還沒有任何數據出來 所以...不太確定 然後我們這邊看到的是Olephant Mark II 所以...就不太像是百夫長 但它其實是百夫長的改版 然後...帶的也是105毫米炮 好...這個是... ZAE 35的...35毫米機炮的防空車 然後...再來我們看到的是... 剛剛的六邦炮車 好...我們接下來就看到... 船艦的部分 日本更新了一艘... 那...英國更新的這個... 它其實是... 它算是護衛艦啦... F7-117的這個衛百 class 那它在4.3分房帶的是21英寸的主炮 看起來算是一個蠻前進的設計啊 但它在4.3分房我覺得應該會蠻好玩的 然後再來是...也是英國... 英國的...算是無衛艦的這種設計喔 聽說它的速度比較快一點 它專門的是305毫米的火砲 還有...魚雷... 的這個武器的設定 但是它的...它似乎它的... 副砲...幾乎是不存在的 我們現在看到的是義大利的... 4.7分房三階... 的...也是戰艦啊 那...它...帶3座... 135毫米雙連裝的主砲 好...今天的講解就先到這邊 那以後有多更新我會再跟大家分享 那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幫我們在下面按讚留言 跟我們一起討論 還有訂閱我們的頻道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